寂静安宁的乡野山村 一位辛勤劳作的独居老人 却在一处相当隐蔽的地方 被人残忍送走 警方经过勘查发现 死者随身携带的一万五千块钱 已经不知所踪 而在老人裤兜里紧剩下的十二块钱 表面看起来稀松平常 但是在他的背后 却隐藏着一条极为关键的破案线索 依靠这条线索 当地警方很快就锁定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所有人都以为 这一起乡村奇案的来龙去脉 很快就能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可是法医在尸检报告里的一个推断 却隐生生地让整个案件的调查 瞬间变得峰回路转 扑朔迷离 各位同学晚上好 今天感慨万千的龙叔 将为你讲述的是 乡野老父山村奇案 案件的发生地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的一个县级市 宁乡市 作为湖南省首批特色县与经济的重点县城 农业实力强劲的宁乡市 向来都是中国南方极为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其中的宁乡花猪 更是中国四大著名的猪种之一 宁乡人惠味猪 这个说法一直以来都在整个湖南省的境内广为流传 可就在这么一个乡土安宁 发家致富的生猪之乡 却曾经发生过一桩跟宁乡花猪息息相关的山村奇案 2013年的10月13日 宁乡市公安局的民警接到了一个奇怪的报警电话 打来电话的是宁乡市霸唐镇的一位村民刘某霞 根据刘某霞的陈述 他的姑姑刘玉娥已经失踪了两天的时间 他和家里人找遍了整个村子 结果都没有找到他的踪影 事发的这个村子叫做维乌村 他地处于宁乡市霸唐镇的东北部 距离宁乡市区大约只有10公里的路程 在接到报案之后 宁乡市公安局的民警 他们很快就赶到村子里展开走访搜查 根据侄女刘某霞的反应 他的姑姑平时是一个人 生活在村子南边的一间依山而建的平房里 这个平房的位置相对偏僻 在他的周边也只有少数几个村民比邻而居 宁乡警方先是询问了几个邻居 结果他们都一致反应 失踪的老人刘玉娥 已经有好几天都没有看到了 但是最后见面的具体时间 他们却已经记不清楚 随后 办案的警员来到刘玉娥的房子 展开更加仔细的侦查 虽然在房子的外围 有一个开放式的院子 但是刘玉娥的家门却是紧锁着的 由此警方判断 刘玉娥在失踪之前应该没有回家 可是 作为一位63岁的老人 独自生活的刘玉娥 她还能到哪里去呢 宁乡警方决定 先是围绕刘玉娥房子的周边 展开地毯式的搜查 结果在经过了半天的搜查之后 他们很快就在 刘玉娥家附近的一个化粪池里 找到了她的尸体 在当时 发现尸体的民警还以为 是刘玉娥不小心掉到了化粪池里 可是经过初步的现场勘查 冥乡警方发现 这个发现尸体的化粪池 非常的奇怪 在化粪池的上方 盖着三块方形的石板 而在石板的底下 有一些破旧的衣服遮住了尸体 很明显 这些衣服并不是死者刘玉娥的 由此宁乡警方推断 应该是有人刻意的 拿着这些衣服来掩盖尸体 要不是尸体所散发出来的腐臭尾 负责搜查的民警 他们估计也很难发现 这个相当离奇的抛尸现场 被打捞出来的尸体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腐败 但是在尸体的表面 宁乡警方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外伤 面对这种罕见的抛尸案件 宁乡市公安局的民警 还是第一次经历 于是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后 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 几名警务人员 也赶到了案发现场 进行增援 经过初步的勘查 长沙警方在刘玉娥的尸体上 发现了一些相当奇怪的东西 虽然死者刘玉娥的衣着比较完整 但是在她的裤腰带上 系着一根U型的铁丝 这根铁丝跟腰带的连接处 已经被人为的扯断了 而在这根铁丝上曾经挂着一些什么东西 办案的民警暂时还不清楚 除此之外 技术人员还在刘玉娥的裤兜里 发现了三张纸币 他们分别是一张十块钱 以及两张一块钱 对于这十二块钱的发现 在起初的时候 办案的警员并没有太在意 因为他们还不知道 在随后整个案件的调查过程中 这十二块钱 它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 而另一个关键的线索 则隐藏在化粪池边上的这一栋 已经被废弃很久的房子里 根据报案人刘某霞的反应 这一栋位于他姑姑家旁边的老房子 原来是一个叫做黄某新的村民所居住的 但是因为他的儿子都在外地生活 所以他们和一个聋哑的女儿 也在几年前搬离了这个房子 由此长沙警方怀疑 这个房子有可能就是刘玉娥被害的第一现场 于是他们很快就进入废弃房内 进行仔细的勘查 在房子二楼的一个角落里 侦察员发现了一些散乱摆放的旧衣服 而这些衣服的款式以及破旧程度 他们跟化粪池里的衣服很相似 由此长沙警方推断 抛尸者用来遮盖尸体的衣服 应该是从废弃房的二楼拿过去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在这些衣服的周边 应该会遗留下来一些蛛丝或者马迹 果不其然 在二楼衣服的旁边 细心的侦察员发现了一组比较新鲜的鞋印 虽然这个鞋印看起来比较明显 但是在二楼的其他地方 长沙警方并没有发现 有其他人活动过的迹象 而在整栋的废弃房里 他们也没有勘察到有任何打到过的痕迹 由此办案的警员做出推断 这个抛尸现场边上的废弃房 他应该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但是作案的凶手 他极有可能有进入过这个废弃房里 而对于现场所提取到的这个鞋印 长沙刑警很快就完成了比对分析 所以他们对于犯罪嫌疑人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形象刻画 犯罪嫌疑人他可能是一名男性 在作案的时候 他的脚上穿着一双42码的男士鞋子 身高大约是1米70到1米80之间 而他的年龄段则介于20岁到50岁的区间范围 虽然这个形象刻画还比较宽泛 但是根据抛尸现场的特殊位置 长沙警方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 他们认为这个犯罪嫌疑人 应该就是围乌村里的某个村民 因为他对于抛尸现场非常的熟悉 虽然排查嫌疑人的范围是锁定了 但是办案的警员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接下来的侦查过程中 幕后凶手的狡猾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在发现尸体的第二天 刘玉娥被谋杀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被震惊到的村民们都在议论纷纷 凶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为什么要针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狠下毒手呢 对于死者刘玉娥的社会关系 宁乡警方随后就展开了一些走访调查 很快他们就从侄女刘某侠的口中 获得了一个关键的信息 原来死者裤腰带上的那根铁丝 是有着特殊用途的 根据刘某侠的陈述 她的姑姑刘玉娥有一个习惯 她会把生前所有的积蓄 都存放在一个黑色的布袋里 然后这个布袋上有一根铁丝 刘玉娥会用这根铁丝 把布袋挂在她的裤腰带上 刘某侠说 她的姑姑在半年之前曾经跟她透露过 布袋里已经存有一万多块钱 而因为刘玉娥几乎每一天 都会去别人家里干些杂活 加上她很会省钱 所以在案发之前 刘某侠估算 在她姑姑的布袋里 应该有超过一万五千块钱了 可是在案发之后 她姑姑身上的布袋却不见了踪影 由此办案的警员推测 刘玉娥的离奇被害 极有可能是一起抢劫杀人的案件 可是对于案发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宁乡警方暂时还没有办法做出判断 他们先是来到死者刘玉娥的家里进行勘查 虽然房子的外围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 但是由于案发后曾经下过一场大雨 侦察员在刘玉娥家的院子里 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蛛丝或者马迹 而在进入里屋之后 宁乡警方发现 房间里的东西摆放虽然有些杂乱 但是并没有被人为翻动过的痕迹 也就是说 刘玉娥遇害的地点 可能是在他家房子以外的某个地方 可是这个地方究竟是在哪里呢 正当侦察员感到迷惑的时候 法医的尸检报告也做出来了 通过更加仔细的检查 法医发现刘玉娥的死亡原因 是颈部曾经被人实施了强力扼压 最终导致了机械性的窒息而亡 而除了颈部有被掐过的瘀痕之外 在死者胸前的肋骨部位 法医还发现了两处突发性的肋骨骨折 这说明了 在案发的时候 刘玉娥有可能跟凶手发生过一些激烈的打斗 但是由于案发的第一现场还不清楚 宁乡警方也没有办法找到更多的线索 根据死者尸体的腐败程度 以及抛尸现场的具体环境 法医推断出了刘玉娥的死亡时间 大约是在发现尸体的前三天到前四天 也就是2013年的10月10日到10月11日 根据这个大致的案发时间段 宁乡警方开始在维乌村里展开走访调查 根据一些村民的反应 对于刘玉娥随身携带大量现金的这个事情 村里的人都是知道的 而侄女刘某侠也曾经多次提醒刘玉娥 平时放这么多现金在身上 是很不安全的 可是刘玉娥却回答说 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 但是相比于放在家里 我觉得随身携带会更安全一些 于是 常年的习惯让刘玉娥变成了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在维乌村里 村民们大多以养猪和养鸡为生 只要是有年轻劳力在家里的 他们都会自建一些养猪场和养鸡场 等猪仔和鸡仔养的差不多了 然后再消往外地 而死者刘玉娥的情况则比较特殊 因为丈夫走得早 子女又在外地打工 很少回家 所以孤家寡人的刘玉娥 她只好给这些村民打些零工赚钱 在平时 她会直接到村民家里帮忙清理猪粪和鸡粪 根据村民们的反应 死者刘玉娥在生前的活动规律 一般都是早出早归 而每一次出门 谨慎的刘玉娥都会叫上钱去做事的主人 帮忙来回接送 也就是说 只要宁乡警方找到最后一次接送刘玉娥的那个村民 那么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可能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可让侦察员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村民们平时见面的次数非常的频繁 所以对于哪天见过什么人 大部分的村民都已经记不起来了 更何况 对于死者刘玉娥被害的准确时间 办案的警员也暂时没有办法做出明确的判断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 是宁乡警方始终想不明白的 如果凶手只是为了抢夺刘玉娥身上的现金 那么她为什么还要杀人抛尸呢 虽然刘玉娥身上的那个布袋被抢走了 但是在她裤兜里 却偏偏还有12块钱被留了下来 这是劫匪嫌钱太少而没有拿走 还是说她在当时比较慌乱 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个钱呢 不管是哪一种的情况 这离奇的12块钱注定要成为 宁乡警方侦破案件的一条重要的线索 案件发生了维吾村 常住在村子里的居民大约有2000多人 虽然在刘玉娥所居住的村子最南端 那边的住户并不多 但是由于刘玉娥在平时是上别人家里大林工 所以她在生前的行踪有可能遍布了整个村子的范围 这个情况让宁乡警方感到有些为难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确定 刘玉娥具体是在哪一天开始失踪的 在失踪的当天 她去过哪里 跟什么人在一起 根据侄女刘某霞的回忆 她是在10月12号的上午 发现姑姑刘玉娥的电话打不通的 随后她和家里人 在村子的里外寻找了两天 还是没有发现刘玉娥的踪迹 而警方在划分池发现尸体的时间 是在10月14号的下午时分 也就是刘某霞报案后的第二天 之后法医又根据尸检的情况 推断出了刘玉娥遇害的大致时间段 是位于10月10号到10月11号之间 但是刘玉娥遇害的当天 是否就是她失去联系的那一天呢 恐怕只有她和凶手最为清楚了 为了了解刘玉娥在失踪前的更多信息 宁乡警方再一次找到死者的侄女刘某霞 进行问话 结果刘某霞在无意之中 给宁乡警方提供了一条关键的线索 刘某霞说 他姑姑布袋里的钱基本上都是100块的整钱 因为在赚到岁钱之后 他会经常性的去到村口的那家杂货店里 进行整钱的兑换 这个不经意的信息 立刻马上引起了侦察员的警觉 村口杂货店的老板 他有没有可能知道 刘玉娥最后一次兑换整钱的时间呢 另外 警方从死者身上所发现的这12块钱 会不会就来自于这家杂货店呢 侦察员很快就找到了杂货店的老板 刘某春 可是根据刘某春的回忆 他只记得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 没有看到刘玉娥了 而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具体是在哪一天 刘某春也已经记不清楚了 除此之外 关于这12块钱的来源 刘某春也给予了否定 他说这12块钱 并不是从杂货店里流通给刘玉娥的 因为刘玉娥很少买东西 他基本上就是拿着岁钱过来 然后兑换挣钱 说着说着 这一位刘某春老板 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事情 他说刘玉娥最后一次过来兑换挣钱的时候 表现得有些着急 在当天 刘玉娥催促刘某春 数钱的动作要快一些 因为外面还有人在等着他 虽然刘某春在中间数错了刘玉娥的岁钱 但是他很清楚地记得 站在杂货店门口等待刘玉娥的 是村子里的一名中年男子 崔浩 这个崔浩 十年三十五岁 为乌村本地人 根据刘某春的描述 宁乡警方很快就发现 这个崔浩的身材特征 他跟之前的犯罪嫌疑人刻画 还比较接近 而且他在平时并没有固定的收入 虽然已经结婚生了孩子 但是日常挣钱养家的方式 主要还是做一些零散的工作 而更为可疑的是 崔浩这个人有爱好赌博的习惯 毫无疑问 三十五岁的崔浩 成为了这起抢劫杀人案的第一个嫌疑人 而随后在崔浩家的勘察中 冥乡警方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当赶到崔浩家里的时候 侦察员得知 嫌疑人崔浩已经有三天两夜 没有回家了 为了进一步明确崔浩的犯罪嫌疑 侦察员拿出之前所提取到的男士携印照片 结果发现在崔浩家里有一双休闲鞋的纹路 他跟抛尸现场的鞋印居然一模一样 这个重大的发现 瞬间让办案的警员喜出望外 种种的迹象表明 这个崔浩具备了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是宁乡警方并没有轻举妄动 他们先是让崔浩的妻子联系崔浩 并告知他立即返回家里 配合警方的常规调查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崔浩就从宁乡市区回到了维乌村 可奇怪的是 崔浩的异常表现却出乎警方的意料 面对警方的问话 崔浩并没有表现出慌张的情绪 警方询问崔浩说 在10月10日到10月11日期间 你是否有见过死者刘玉娥 结果崔浩做出了非常坚定的否认 他说在几个月前 确实有接送过刘玉娥 但是在案发的那两天 他非常清楚地记得 他并没有见到刘玉娥 侦察员继续询问崔浩说 在10月10日到10月11日期间 你在哪里 具体的行踪是怎么样的 结果崔浩瞬间就放慢了语速 他只是回答说 在案发那两天去了市区 但始终不愿意说出具体的行踪 这个情况更加引起了侦察员的怀疑 他们认为 崔浩肯定是心里有鬼 从而隐瞒了一些 不可告人的事情 直到询问的最后 崔浩才跟警方说 他在10月10日的上午 就去了宁乡市区 之后在一家麻将馆里 一直打麻将 直到10月14日的下午 才返回到了维乌村的家里 虽然这个说法比之前的陈述 更具体了一些 但是侦察员还是产生了两个疑点 第一 虽然崔浩有赌博的习惯 但是连续三天都在打麻将 这个情况实在是有些反常 第二 就算崔浩所说的情况属实 但是他在刚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 反而要跟警方玩起了兜圈子呢 由此侦察员推测 嫌疑人崔浩肯定还隐瞒了一些实情 为了查明真相 宁乡警方又前往崔浩口中所提到的那家麻将馆 准备一查究竟 结果他们毫不客气地发现了另一个隐藏极深的情况 在宁乡市区的一家麻将馆里 办案的警员先是找来了一些牌友进行询问 结果几个牌友都一致反应 他们已经有三个多月 没有跟崔浩打过麻将了 但是有一个情况比较蹊跷 根据其中一个牌友的陈述 崔浩在之前欠了他六千多块钱的赌债 已经过去了半年多 他却一直拖着不还 但奇怪的是 在国庆假期之后 崔浩却突然间出现在麻将馆里 他把六千多块的赌债一次性地给还清了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崔浩的作案嫌疑又进一步加重了 难道他还债的钱真的是抢劫而来的吗 正当侦察员感到疑惑的时候 麻将馆的女老板陈秀英 他却很主动地站了出来 他先是拉着警方来到一个私密的房间 然后很坚定地说 我可以证明崔浩是清白的 因为从10月10号到10月13号 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崔浩他一直都跟我在一起 听完这个突如其来的证词 宁想警方变得更加懵圈了 因为他们在进入麻将馆之后 有史之中都没有透露过 警方对崔浩作案产生了怀疑 为什么作为女老板的陈秀英 他会突然说崔浩是清白的呢 除非是崔浩提前告知了陈秀英 警方在怀疑他 否则的话 这分明就是不打自招了吗 侦察员继续质问陈秀英 结果陈秀英说出了一个 来自麻将馆的大瓜 陈秀英说 他在两年前的某一天 跟崔浩相识在麻将馆的包房里 结果两个人一见钟情 之后很快就达到了 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根据陈秀英的陈述 原来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 他和崔浩一直都在秘密地交往 而对于这个密室 崔浩的妻子并不知情 所以当警方询问崔浩具体行踪的时候 他一直想要有所隐瞒 不敢直说 因为在当时 他的妻子就坐在旁边 可是这里边还有一个疑点 女老板陈秀英的一面之词 真的属实吗 考虑到他跟崔浩的亲密关系 他有没有可能在庇护他的情人呢 为了证实崔浩和陈秀英是否有说谎 宁乡警方又来到了 陈秀英所交代的一家商场和宾馆里 根据监控视频的显示 从10月10号到10月13号 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崔浩二人基本上都在商场里闲逛 直到晚上的6点钟左右 他们才回到宾馆的房间里 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这种长时间的高端互动 说明了崔浩并没有作案的时间 而根据女老板陈秀英的交代 崔浩用来还债的那6000块钱 是他在私下里交给崔浩的 这好像又说明了 崔浩并没有明显的作案动机 综合目前所调查的这些信息 崔浩的作案嫌疑 好像变得很低了 可是这里边还是存在两个疑点 让宁乡警方百思不得其解 首先是第一个疑点 如果崔浩不是作案凶手 那么在他的家里 为什么会有一双鞋子 跟抛尸现场的鞋印 完全相同呢 难道这是一个 巧合之中的巧合吗 第二个疑点 村口的杂货店老板刘某春 他分明看到了 崔浩站在店门口 等着刘玉娥 可为什么崔浩却偏偏要说 他根本就没有见过刘玉娥呢 难道是店老板刘某春 把事情记错了吗 还是说 这个刘老板本身就在故意的 给宁乡警方提供假证词呢 为了调查清楚这第二个疑点 侦察员再一次找到了 杂货店的老板刘某春 结果刘某春告诉警方说 我在那个时候 只是侧头一看 看到了崔浩站在杂货店的门口 他好像是在等人 至于刘玉娥最后有没有跟着崔浩走 我就不太清楚了 根据刘某春的这个解释 宁乡警方又做出了两种情况的推测 第一种情况 崔浩在当天只是碰巧路过杂货店门口 他确实不是在等待刘玉娥 第二种情况 崔浩在当天确实是在等待刘玉娥 但是当天的时间 并不是案发的那一天 而是案发前的某一天 至于第一个疑点 为什么崔浩会有一双 跟犯罪嫌疑人一模一样的鞋子呢 对于这个诡异的问题 麻将馆的女老板陈秀英 他给出了一个听起来有点诡异的解释 距离发现死者的尸体 已经过去了三天的时间 可是宁乡警方的调查 还是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目前唯一的犯罪嫌疑人崔浩 只剩下最后的一个疑点没有被排除 警方询问崔浩 这一双看起来有些特别的鞋子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结果崔浩的回答 完全出乎了警方的意料 根据崔浩的陈述 这双鞋子是麻将馆的女老板陈秀英 送给他的 怎么又是女老板陈秀英呢 侦察员觉得事有蹊跷 于是他们继续追问陈秀英 结果陈秀英又说出了另一条 极为关键的线索 陈秀英说 我在开麻将馆之前是卖鞋子的 而崔浩的那种鞋子 在当时还是卖的比较好的 但是后来开了麻将馆之后 我干脆就把鞋子店给关闭了 店里剩下的一些库存鞋子 后来我都送给了麻将馆的一些顾客了 其中以男士的鞋子居多 听完陈秀英所说的这个情况 办案的警员感到有些兴奋 因为在这里边 很可能隐藏着嫌疑人鞋子的下落 后来经过排查麻将馆的一些牌友 宁乡警方很快就锁定了 另一个犯罪嫌疑人周长征 这个周长征 十年三十五岁 同样是宁乡市罢唐镇的围乌村人 根据女老板陈秀英的回忆 作为牌友的周长征 他也曾经拿过麻将馆所送出的鞋子 这个线索毫无疑问让办案的警员有些喜出望外 随后他们就赶往维乌村周长征家进行调查 结果宁乡警方所获得的信息 居然跟崔浩家的差不多 周长征也已经有三四天的时间没有回家了 根据周长征父母的陈述 他们的儿子没有正当职业 平时的生活费还要依靠家里人 在对话的过程中 宁乡警方能明显感觉到 周长征父母对于儿子的行为表现有些不满 但是有一个情况却非常的奇怪 周长征的父亲说 就在前两天 他的儿子突然回到家里 给他带回了两条香烟 然后这位老父亲还发现 他的儿子手里还拿着一个新的手机 相比于平时的情况 周长征的这些行为确实有些反常 但是宁乡警方在他的家里 并没有找到麻将馆女老板所说的那双鞋子 由此办案的警员猜测 周长征有没有可能已经畏罪潜逃了呢 根据周长征父母所提供的线索 宁乡警方又找到了周长征的另一个同村好友 王强庆 根据王强庆的反应 他跟周长征既是久友也是排友 在平时他们经常相约在一起 到周边的一些麻将管理打牌 经过一番询问 王强庆也不太清楚周长征现在人在哪里 但是从王强庆的口中 宁乡警方了解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线索 王强庆说 刘裕娥和周长征之间是有矛盾的 就在三个月之前 王强庆找到刘裕娥 并请她到家里清理猪粪 结果在这个过程中 刘裕娥碰巧在王强庆的家里见到了周长征 于是这两个人就突然间大吵了起来 莫名其妙的王强庆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后来她才了解到 原来周长征在之前 曾经偷偷潜入刘裕娥娥的家里 想要实施盗窃 结果被刘裕娥娥当场抓获 但是周长征在事后恐吓了刘裕娥娥 结果刘裕娥娥就害怕了 所以在当时她就没有去报警 根据王强庆所反映的这个情况 宁乡警方觉得周长征抢劫并杀害刘裕娥娥的嫌疑 又进一步加深了 可是接下来 王强庆的证词 又毫不客气的让宁乡警方充满了疑惑 王强庆说 在案发的10月10号 他和周长征两个人 一直在隔壁的金州村打麻将 从当天的上午 一直打到第三天的早上 之后在10月13日的上午 周长征回到王强庆的家里睡了一大觉 直到10月14日的上午 他们又一起前往宁乡市区的麻将馆里 继续打牌 看起来 这两位牌友是真的很喜欢 搓麻将这一门国粹艺术 后来经过走访调查 宁乡警方证实了王强庆所说的话 在案发的10月10号到10月11号 周长征和王强庆 他们确实是一直待在隔壁的金州村 连续打麻将 也就是说 警方眼中的重要嫌疑人周长征 他并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眼看着案件的线索 再一次出现了断点 宁乡警方好像走进了一个迷宫 他们连续调查了五天的时间 却始终没有找到 侦破案件的突破口 为了不遗漏任何的线索 办案的警员决定 针对案件的每一个细节 进行重新的梳理 结果他们发现 其中有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 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的摆在眼前 根据之前走访调查的结果 受害人刘玉娥 她靠着给别的村民打些零工 基本上每天可以赚到几十块钱 在这些钱攒够一百块的时候 刘玉娥就会来到村口的杂货店 请老板帮忙兑换成一百块的整钱 由此宁乡警方推测 刘玉娥在遇害之前 如果是隔三差五都去杂货店兑钱的话 那么在她裤兜里所发现的这十二块的零钱 应该就是她在出事之前的最后一次进账 也就是说 只要找到这十二块钱的真正来源 那么在案发当天的一些线索 应该就能浮出水面 根据这个案情分析 宁乡警方决定 把调查的方向转回到刘玉娥的身上 看看她在平时的收入来源 主要都有哪些 有哪些人会跟刘玉娥存在一些钱财交易的往来 在经过了大量的走访调查之后 侦察员终于获得了一个新的发现 原来除了帮别人家清理猪粪 刘玉娥在平时还喜欢收集一些废品 然后卖给村口附近的一个废品收购站 根据收购站老板张某海的回忆 在案发之前 刘玉娥曾经卖给她一些纸皮和编织袋 而那一天的数量刚好就是12块钱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办案的警员瞬间就变得特别的兴奋 他们追问张某海 是否记得那天的日期具体是哪一天 结果张某海很肯定地回答说 是国庆节之后的10月6日 那是一个星期天 那天我刚好从外地回来 是假期之后第一天上班的时间 2013年的10月6日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时间 但却让办案的警员感到有些意外 因为综合之前调查到的所有信息 宁乡警方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推断 刘玉娥获得12块钱的当天 应该就是她遇害的那一天 因为在她的身上只有12块的零钱 如果是按照法医之前的推断 刘玉娥案发的时间 是在10月10号到11号之间的话 那么在她的身上 应该不只有12块的零钱 因为她几乎每天都会外出打零工 难道说 关于刘玉娥的死亡时间 是法医在之前的推断出现了误差吗 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 宁乡警方找来了几位已经退休的老法医 并请他们展开案情的会诊 考虑到抛尸现场 是一个比较潮湿低温的环境 而且在化粪池里 还有一些雨水浸泡着尸体 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会减慢尸体腐败的速度 所以在最后 几位老法医一致认定 死者刘玉娥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发现尸体之前的7到8天左右 也就是在10月的6号到7号之间 由于最早的案发时间 从原来的10月10号提前到了10月6号 这时的宁乡警方需要对整个案件 进行重新的分析和梳理 首先 之前已经排查过的 没有作案时间的两名犯罪嫌疑人 崔浩和周长征 他们的嫌疑暂时还不能排除 另外 刘玉娥在遇害之前最后接触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废品收购站的老板张某海 那么这个张老板会不会知道一些隐情呢 警方追问张某海说 在刘玉娥前来卖纸皮的时间 是否还有其他人在场呢 结果张某海很意外地 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王强庆 原来在10月6日的案发当天 刘玉娥前去打零工的地方 正是村民王强庆的家 根据王强庆的陈述 在当天的傍晚时分 他骑着电动车接送刘玉娥回家 在途中特意来到村口附近的杂货店 然后刘玉娥就进去对话了整钱 而就在这个时候 杂货店的老板正好看到另一个村民崔浩 他也在店门口里站着 所以他以为是崔浩在等刘玉娥 而实际上真正在等刘玉娥的人 是王强庆 紧接着 王强庆又陪着刘玉娥 来到村口不远处的废品收购站里 卖掉了纸皮和编织袋 这个时候 刘玉娥身上只剩下12块的零钱 以及他挂在裤腰上的那一袋现金 根据王强庆的回忆 在当天的傍晚时分 他亲自把刘玉娥送到距离他家门口 大约100米远的地方 随后他就骑着电动车返回了家里 如果王强庆没有说谎 那么刘玉娥遇害的地方应该就在他的家门口 因为在出事之前 他的房门并没有被打开过 那么到底是谁会躲在刘玉娥的家门口 对他实施抢劫和杀人呢 两名重点的犯罪嫌疑人崔浩和周长征 他们再一次被列入了警方的调查名单 而实际上 最后接触刘玉娥的村民 王强庆 如果他对警方说了假话 那么他在半路上偷袭刘玉娥的可能性 还是存在的 又或者说 这三个人有没有可能是早有预谋 一起实施了残忍的作案呢 案件调查到这里 宁乡警方已经知道 在10月6日的傍晚时分 犯罪嫌疑人崔浩 他曾经站在村口杂货店的门口 按理来说 他是知道刘玉娥要准备回家的 为了调查清楚崔浩在之后的行踪 侦察员再一次找到了崔浩本人 进行问话 结果崔浩回答说 他在案发当天的傍晚 他在杂货店门口等一个同村的村民 刘某光 之后他们二人开车去了外地 直到10月8号的上午才回到了维吾村 随后警方找到村民刘某光 并证实了崔浩所说的的确属实 由此侦察员排除了崔浩的作案嫌疑 剩下的嫌疑人 还有周长征以及王强庆 其中周长征的嫌疑最大 因为他跟刘玉娥曾经发生过矛盾冲突 而且从案件的调查开始 宁乡警方始终没有找到周长征的踪迹 他有没有可能已经畏罪潜逃了呢 为了摸清周长征的去向 宁乡警方再一次找到周长征的父母 并从他们那里获取到了周长征的手机号码 但是这个号码打过去却是关机的状态 随后 侦察员又尝试通过手机号码的登记信息 来追查相关的线索 幸运的是 周长征所购买的手机 是运营商的合约机型 所以宁乡警方很快就找到了 周长征购买手机时的运营商店 在商店的监控画面里显示 周长征购买手机的时间是2013年的10月7日 也就是刘玉娥遇害的第二天 除此之外 其中的一名店员徐某 他还向警方提供了一条关键的线索 根据店员徐某的回忆 当时周长征拿出现金的时候 他发现从那一叠钱里边 居然散发出来一种 有点像是猪粪一样的臭味 由此宁乡警方有理由怀疑 周长征购买手机的现金 极有可能就是从刘玉娥身上所抢来的 2013年的10月25日 通过连日来的摸牌调查 宁乡警方 终于掌握了周长征的具体行踪 在宁乡市区的一个城中村里 周长征临时租用了其中的一个房间 以躲避警方的追查 为了能够接近周长征 宁乡警方派出了一男一女两名民警 他们假扮成情侣的身份 进入了周长征隔壁的房间 当周长征打开房门外出的时候 民警们一扑而上 在三下五除二的围捕之下 周长征被毫不客气地 送上了一副定制的银手镯 在抓捕现场 民警把周长征脚上的鞋子脱了下来 然后经过初步的比对 他们进一步证实了 这双鞋子的纹路 他跟抛尸现场所发现的鞋印纹路 是大致相同的 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 犯罪嫌疑人周长征 承认了全部的犯罪事实 但是让宁乡警方想不通的是 他为什么要对一个 手无寸铁的老人 狠下毒手呢 在周长征供述完他的犯罪过程之后 在场的民警都感到大为震惊 时间回到半年前的 2013年2月份 那个时候刚过完春节不久 维吾村里的村民 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 可是作为社会闲杂人员的周长征 他却一直待在家里游手好闲 好吃懒做 有一天 他在邻居家碰巧看到了刘玉娥 当时的刘玉娥 他正在帮忙清理猪粪 可是他不小心把裤子给弄湿了 随后 刘玉娥就顺手把裤腰带上的 那个钱袋子给解了下来 而这一幕 刚好就被周长征给看到了 周长征说 在当时他感到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一个农村的老妇人 居然私藏着这么多钱 从此之后 周长征就产生了一种邪恶的想法 到了三月中旬的某一天晚上 周长征决定动手 他悄悄地潜入刘玉娥的卧室里 准备趁着他睡觉的时候 偷走钱袋 可是很不幸 刘玉娥发现了周长征 并跟他产生了一些身体上的接触 在偷钱的事情败露之后 周长征警告刘玉娥 不要把事情说出去 否则会遭到他的报复 结果刘玉娥因为害怕 他在事后就没有去报警 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在半年之后 周长征还是没有放过他 时间来到2013年的10月6日 一心想要不劳而获的周长征 他已经谋划了好几天 准备对刘玉娥实施抢劫 并杀人灭口 因为在经过了上一次的偷盗事情之后 周长征发现 刘玉娥是一个比较胆小的农村妇人 而他在平时都是一个人居住 周边的邻居基本上都搬走了 这恰好就是一个下手的好地方 于是 在案发当天的傍晚时分 歹徒周长征 他就预先潜伏在 刘玉娥家门口的院子里 等到刘玉娥一进院门 周长征就从他的背后发起了偷袭 结果刘玉娥做出了强烈的反抗 在情急之下 周长征用力扼住刘玉娥的脖子 并用膝盖顶住了他的胸前肋骨 大约在一分钟左右 刘玉娥就彻底没了动静 在平复之后 周长征先是从刘玉娥的身上扯下了钱袋子 然后他又趁着四下无人 把刘玉娥的尸体 背到后山两百米远的一处废弃房里 在废弃房的下坡处 有一个相当隐蔽的化粪池 这是周长征事先已经裁好点的 抛尸目的地 在把尸体放进化粪池之后 周长征又走到废弃房的二楼 取来了一些旧衣服 盖住了刘玉娥的尸体 之后他又把三块石板 周长征原本以为这一切的犯罪行为 已经做得相当隐蔽了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正是他没有拿走的这十二块钱 帮助宁乡警方寻现追查 最后成功侦破了这一起乡村奇案 在被抓捕的时候 周长征已经把刘玉娥辛苦攒下来的 一万五千多块钱全部挥霍殆尽 在这一起悲剧发生之后 有村民替刘玉娥感到愤愤不平 但也有村民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刘玉娥不应该把贵重的钱财暴露在外 随身携带着大量的现金 这种做法本身就很容易招来货难 而对于凶手周长征 明明可以像受害者刘玉娥一样 依靠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 可是他偏偏选择了 常年累月的游手好闲 好吃懒做 不得不说 这正是他冲破法律底线 从而犯下死刑重罪的根本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